据月球探测器报道,自从张姆斯加盟了胡人队以后,有关他的新闻就没有小听过,据胡人到底是不是个正确的决定,这得要到新赛季开始才能有结果。 但是从俱乐部的人员规模上来看,其实是比不上他之前待的球队的,他的新队友大多还都是新人,经验不太足,即便因为张姆斯的到来,吸引了一波有实力的选手,纷纷舍弃高薪转会加盟。 但暂时来看,胡人的整体水平还是欠缺的,毕竟大家还没有配合过,不知道能不能打掉。 不过最近,他们又迎来了两个好消息,一起来看一下吧,第一条跟巴特勒有关,大家都知道他跟森林郎之间相处并不愉快,机怨已深,难以调解。 巴特勒本人不满的是,球队对胜利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,这跟他的理念出入太大,原来他是抱着满满的希望加盟森林郎的。 毕竟这里有两个状选手,以为何以大有作为,谁料却发现自己,变成了那个最想赢的人,别人都挺无所谓的,全是靠着自己。 森林郎才堪开心了季后赛,在这样一支不求上景的队伍里,想必有志向的人都不会长流,既然被队员这样嫌弃,森林郎倒也不挤,不想呆了那就走吧。 据说最近他们就会放人了,巴特勒如今还不到三十岁,上个赛季又表现出色,所以胡人球迷对他也颇有好感,要是他能如愿去了洛杉矶, 那么跟詹姆斯他们一起,想必可以挑战极限我,甚至对他勇士队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,眼下的问题就在于胡人愿不愿意出手。 一路就为了让球迷期待很久的球员了,另一个好消息跟老左包尔有关,最近胡人工作人员在网上发了一段视频,正式求个训练的内容,可以看出他的三分球准度很高, 基本上是出手臂中的状况,比起以前,姿势更加标准和流畅。 这对球迷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,因为如果下个赛季他在投篮方面有长足的进步,就正好改善了之前的缺陷,人本他投篮很不稳定的。 毕竟在NBA想要变成一个巨星球员,投篮方面一定不能有很大的瑕疵。 就好比字幕哥虽然别的方面都赶得上杜兰特了,但就是因为投篮没啥折头,还是被大家觉得有所不足。 照这样的趋势看来,如果巴尔能够真的投篮上苦运一番,那么胡人队的未来将会一片光明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